寒假到了 不少学生想要打工 也小心被诈骗集团吸收了 台北就有两个大学生 趁着寒假当车手打工 结果最后被警方逮捕 以炸其嘴送办 专家就提醒了 学生打工要注意 千万不要被高报酬给吸引了 同时还要张大眼睛 仔细看清楚这个工作内容 跟当初所说的 或是合约上是否相同 否则可能会赚钱不成 还成了不法集团共犯 今日请拍一项 一名身穿黑色外衣 头戴黑色鸭舌帽的男子 鬼鬼祟祟的来到一处民宅外 虽然尽量保持冷静 但他完全不知道 自己的行为早就已经被警方掌握 远警见时机成熟立刻上前 原来他是诈骗集团的车手 集团以假检警的老梗 诈骗一名老夫人五十万 第一次得逞之后 诈骗集团实随之位 等到第二次行骗 警方立刻埋伏抓人 但这名车手其实只是一个大学生 为了打工却变成诈骗集团的帮凶 专家就提醒学生 千万不要被高报酬吸引而误入歧途 一个小时可以领到上千甚至上万 这种就很明显的 非常有吊诡的一个薪资 最好还是一个比较专业性质的 那么我们会有做多重的这些过滤 所以对他们的安全性来说 相对会比较有保障 此外寒假打工也要留意工作内容 和当初面试是否相同 还有老健保制度是否完整 有没有违反老机法 注意这些找工作的技巧 才不会落入大工陷阱 华日新闻传媒节张兆元台北报道